身体不要去做伤害众生的事情 身体去做医工 去帮助老人 像各位你在日本要不要发财 没钱很难生存 那如何让自己发财呢 多用你的身体去老人院 孤儿院 去公园 去帮助别人 那你就会有很多贵人来帮你 不然你就是从头到尾就是你一个人在忙 忙死人 没有贵人来帮你 所以各位你要用你的身体主动的去帮助别人 用你的嘴巴主动的去称赞别人 多称赞别人 怎么看都有优点 像我每次坐电梯 今天早上坐电梯 有一个日本人老人穿的好帅 帅 比较帅 他的衣服帅 我看他很高兴 我不会讲日文 但至少我表达善意 他一定会说这个和尚也不错 你看他又中了一个善根 而且我这个人平常不笑 但是我看到人我就一定要强颜欢笑 那现在已经有一点习惯了 很多人还给我说 看到海拉法这橡皮都在笑 我说那是演戏的了 但是演久就像 演久就像 常笑不会老 先念一下 修忍辱 常微笑 脸像端正 口才好 钱多多 朋友多 死后生犯天 爱骂人者 爱生气者 丑八怪 声音难听 穷 死后下地狱 自己决定吧 这个叫智慧 智慧就是 什么该做 什么不该做 叫智慧 所以那你要有一个智慧的心 引导你的眼神 引导你的嘴巴 引导你的行为 更重要 引导你的心 你的像我们车子导游 这两天眼睛红到不行 我拿眼药水给他也没用 后来我们就请我们打坐师傅 你给他看一下 为什么眼睛红到不行 师傅要讲吗 跟他讲没关系 看那个不该看的东西 他可能在房间看了一片 看有料的 眼睛 有来吗 没有来 没关系 所以各位 不要乱瞄 眼睛要正 看佛经 看佛像 手机打开 里面有很多可以看的 不要看 看法师说法 看前朝观音 那就看佛像 你的眼睛会短整 所以人看相 就知道他的心态 所以我们学佛 首先你要 相信因果 善有善报 心引导行为 行为创造命运 这就是佛陀 早就给我们讲的真理 不用再去赞付都没关系 你只要相信因果 种什么因 得什么果 像我现在给各位一个快乐 我蛮严肃的 我上台就比较幽默一点 所以我就心情很好 身体很好 如果上来一直骂一直骂 我看我等一下就中风了 我给人不高兴 那不行了 所以给父母快乐的人 身体永远健康 所以各位无论如何 要做老来子 让父母快乐 讲父母喜欢听的话 你会觉得说 身体很好 特别女孩子 你喜欢六十岁 看起来像四十岁 那你要多讲一些 好听的话 多让你的长辈 看到你想到你就很欢喜 那个就叫很 很有人缘 他到老那个脸 还是很有人缘 很好看 所以各位这一点要注意到 可生气的地方 不要生气 那才叫修行 忍辱 不但不生气 还先讲好听的话给他听 等一下再骂他 所以佛陀说 一定要先让他快乐 接受你 然后你再讲 你哪里错 你不要一针见血 对不对 所以当他禅宗讲一针见血 那是他想要修行的 可以啦 他如果还没有修行 要先赞叹 赞叹 赞叹久他才会来拜拜 方便 但是赞叹的动机 不要为了金钱 或是自私的动机 佛教的主题 自私是所有痛苦的因 自我中心 这个我值是生命轮回的根源 一切都不要为自己想 慈悲才是快乐的因 成佛的因 做什么事情 为别人想 不要为自己想 所以我的师父也常告诉我 你以后你们出家了 做法师 千万不要为自己想 没有妙没关系 身心就是妙 慈悲就是道场 千万不要让信徒有压力 他已经够病了 你会给他说 点灯五百 没钱就点不了了 他已经够穷了 你们点灯五百 我很有福报 我拜到这种师父 不要钱的师父 我家里很有钱的 那我要出家 我师父说 不要带半毛来 我说师父不要带钱 怎么出家 反正你不要带钱来就罪了 你要出家把这个钱 把全部供养完 好在我太太全部把我扣死 就不让我出家 所以我也没钱带 好在还剩下一千多块台币 就赶快供养完了 那供养完以后 出家才知道 要做衣服啊 要钱啊 结果师父就带我去一个寺庙 打开那些死掉的 出家的衣服换顺 你就拿来穿嘛 这样你才有感恩的心 穿那个已经人家还俗的 或是死掉的出家的衣服 你穿了就不会还俗 哎呀 我师父还真爱我 他不让我还俗 所以像我名字叫海涛 之前就有一个出家人叫海涛了 所以我的名字叫海涛 那我跟我师父说 那个海涛我还认识他 你干嘛跟我取名叫海涛 我师父说 你不知道啊 师父就是不叫你还俗 我师父在叫你海涛 因为那个海涛已经还俗了 你这样用海涛就不会还俗了 哎呦宝贝名字 那我师父给我叫海涛 那你就海浪涛涛啊 不要闭关啊 因为我这个人好近不好动 不喜欢讲话 喜欢打坐 喜欢看经典 那我师父说 你的名字叫海浪涛涛 永远上不了岸 就去吧 那是我就 我要依教奉行 但是我师父给我这些传承非常好 发菩提心 像我师公 发菩提心念佛 这个最重要 传菩萨界 但是菩萨界不是用传的 是用给别人感受 你是个菩萨 对方也会感受到菩萨的重要 佛教不是一个形式 而是个内心 所以我认为 日本佛教的外表非常好 再加上我们 我们汉传佛教 这种内心的层次 合起来就OK了 西方人的这种自在 这种实践 西方人做事情也很认真 但是他们比较个人主义一点 你就要去爱对方 他不懂 他只有爱自己的人 然后别人不能侵犯他 那这样要来修 悲心就不太容易 但是他们的落实 这一点还做得很好 所以西方的电影 西方的一些技术 还是我们可以学的 所以现在的道场 你想地球是道场 各位既然跑到日本来了 每个国家都要跑一跑 好不好 最好每个国家住半年 要有钱才行的 然后每一个地球的人类的文化 众生的苦你都要去了解 要去见妈妈 什么叫大乘佛教 来 母子相遇 你跟任何人见面 包括一只蚊子来叮你 那都是妈 会叮的妈 你要有那个感受 感受到 为什么叫母子相遇 就是说你要感受到对方 对你的恩 你要感受到对方的苦 就像你对你的儿子 你自然想要他快乐 这个叫词 你一点勉强都没有 你就是要给他快乐 词必须一种内心的感受 你自然的要给他快乐 你自然要承担他的痛苦 修行不能在文字上 在文字上 在表面上 你要理万如一 那虽然我们内在有悲心 但是外在要表现得 非常的合理 合尺度 就像日本人一样 那我想在这一点 因为日本人是受我们唐朝文化的影响 传宗文化的影响 吃东西的时候这么整齐 所以穿衣服这么整齐 这么重外表 所以这是他们自己也蛮骄傲的 但是我认为 那我们要去学人家的优点 那所以各位呢 要在辈子 以地球为道场 以众生为父母 以法界为净土 如何让整个世界法界都变成西方极乐世界 那要用我们的生命去努力 去做这个事情 什么叫发菩提心呢 就是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三宝 奉献给世界 奉献给众生来努力 这样好不好 好的举手 加入阵营 开始流浪世界 哪里需要我们帮忙 叫往哪里去 殡仪馆 殡仪馆是道场 屠宰场是道场 监狱是道场 医院是道场 有苦难的地方是道场 所以我想这个世界苦难太多了 有钱也苦 没钱也苦 凡是有情皆苦 哪有不痛苦 谁都会生老病死 所以谁都需要我们去帮忙 所以下回人家 亲戚朋友问你 你干嘛移民来日本 救度众生 你千万不要说 那边钱好赚 那边学校不错 我们地方不好 你还唾弃自己的家乡 那不行的 所以我们要去学人家的优点 弥补别人的缺点 这样就好了 所以道教叫阴阳配合 你养我阴 对不对 佛教师你黑暗我光明 你骂我 我称赞你 你恨我 我爱你 这是真理 永恒的真理 恨不能消除恨 血不能用血洗干净 暴力不能消除暴力 唯有无恨 无暴力的慈悲 可以消除暴力 赞叹佛陀 这个真理 所以要讲世界和平 那要学佛法 这是真理 那佛法的精髓 就是慈悲 不是光学术 如果只有装一种禅定 我不要有烦恼 贪生痴 那又落入个人解脱道了 世界人叫小乘 并不是他小道理都一样 只是他把佛法的道理 用在自己身心的进化 忘了把佛法的道理 供养给众生 所以我们的希望 所有如母亲的众生 都得到佛法 他喜欢念佛 他喜欢真言忠 他喜欢小秤 他喜欢人天福报 OK 都OK 所以他喜欢天主教 我们也要希望他胜天 所以我想佛法讲的空性 它是中立的 超越宗教的宗教 包容一切宗教的宗教 千万不能说 我是佛教 你是其他宗教 有对立 那你还不懂佛法 佛教讲空 空就是超越一切 它没有形象 凡所有像 都是暂时的虚幻的 利用这些来利益众生的 善巧方便 万法都是虚幻的 无自信的 空的 这一点必须表现 所以各位 下辈子 如果你正的空性 去做牧师 好不好 你要说好 你不要一直摇头 去做神父 好不好 好 你要做 做日本人 做德国人 你都要做 为了要帮助军人 要不要做军人 你要说好 站在前面 杀 杀是阿弥陀佛的意思 把对方的痛苦 给它超度了 了解吗 所以 但是你要超越一切 你不能说 我喜欢这个 不喜欢那个 那你还不了解 空 叫平等 一切法 必尽空 必尽平等 绝对平等 没有分别 如果你有分别 你会痛苦 我喜欢他对我好 我不喜欢他骂我 我喜欢健康 我怕生病 我喜欢生 我怕死 所以你有这种相对的 那就会有生生灭灭 那你就会痛苦 所以当你没有谈恋爱的时候 快不快乐 还蛮快乐的 至少有 虽然寂寞也很快乐 但是你现在 开始有老公 有老婆了 快不快乐 说来话长 有快乐 更痛苦 就是就像我生一个小孩 我就后悔了一辈子 我绝对不再生第二个 为什么 因为生是一种苦 为了我们的快乐 建立它的痛苦 所以 现在很多人结婚 我师父要不要生小孩 我带你去 不用生 人家生好了 认养一个就好 不是我生的 你看你好自私 不是我生的 你认养了 到了都做过你女儿 都做过你儿子 不然你认识不了他 各位你相信我 你在家里请一个工人 这个工人一定是过去你的亲人 欠你债 这样而已 像我的妈妈 现在是一个印尼的 一个菩萨在照顾她 我请我们打坐的法师 那是你妈的女儿 我说对 我妈妈爱她超过我 因为我妈妈这辈子 最想生女儿 生了四个男人 都没生女儿 这个女儿 生在印尼 现在来照顾她 所以她一回国 我妈妈就哭 我们又给她高薪聘请回来 照顾我妈妈 连她老公都还一起照顾 因为她是我妈妈的女儿